我們香港又有新的髮油出了 這次還是手工的髮油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de's Lifestyle的Malcolm 今集想跟大家介紹一間香港本地的手工髮油品牌 它的名字叫做Hong Kong Homebrew 這個品牌叫做Hong Kong Homebrew 顧名思義主打一些手工製的產品 其實它們的整個系列有三個產品 分別是Texture Spray、Pomade、Clay 我剛剛收到Hong Kong Homebrew 發了兩個相片給我試 分別是Texture Spray和Pomade 我用了這兩個產品過零兩個禮拜 所以現在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用後感 之前有些網友問我 可不可以教一下怎樣使用髮油呢 所以我打算今集會一邊示範一下我自己怎樣使用 一邊繼續去review這個產品 好 那我們首先看看Pomade 看看它的包裝有一個紙盒 打開了紙盒就會是一個膠瓶 有黑色蓋 下面是透明的 裡面的東西其實就是白色的 所以你好像就是白色的 整體來說就覺得這個設計 都是很簡潔的 都很Premium 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包裝其實這個紙盒 都是不一定需要的 因為環保一點好一點 成份方面我看到它的成份 大部分都是一些天然和有機的成份 當中它都會有少少的防腐劑 因為這個是必須的 看看它當中有些成份 例如這個 Cojoba Oil 或者Lanolin Oil 都是一些非常滋潤的對肚頭髮 你會看到它的成份 其實就不是很長的 HKHB的意思就是 它寧願每一樣東西都給你更多 這樣就好過 放很多不同的成份 但每一樣都給你少少 味道方面 官方就形容它為Bay Rum 我自己聞起來就覺得 好像是一股肉桂的味道 其實它的味道都不是很強烈的 所以它塗在頭上 其實很快又是會沒有味的 所以這隻味就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因為味道始終都很過人的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一說 這支Texture Spray 包裝其實都跟剛才Pomey好似 又是有紙盒裝著的 你打開了它 那個樣子其實就是這樣的 一支好像別人噴蜜窗那樣的Spray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個設計 但待會我會解釋給大家聽為什麼 噴出來的味道方面 其實它也是非常相似的 跟剛才的Pomey一樣 就是那一隻Bay Rum的味道 這支Texture Spray的主要成份 其實就是海鹽來的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支鹽水 但除此之外 它還有這個Vitamin E 還有這個Hydrogenated Castor Oil 這兩個成份 都可以幫助去防熱力 大家通常用一些Sea Soft Spray的時候 吹完頭都會有一股乾乾的感覺 所以這支Texture Spray 它都會加上一些精油 去做一個保濕的功能 接下來我會示範一下如何使用這支產品 然後繼續評測 第一步我們首先要洗濕頭 如果本來的頭髮已經濕了 用毛巾刷擦一下 然後現在把它洗濕 好!濕了頭髮之後 就可以下這個打底水了 其實打底水其實是頗重要的 因為你打底後 之後只是吹起到層體 之後你刮頭身就不用太多產品 先談一下性質疊 它的噴嘴就像舌下的噴槍的那種 它有少少不好處就是它的角度 有時手要咬著噴 但它的好處就是它的Spray比較滑 它就會散開 好 今天就先噴一噴 盡量噴到髮根的位置 最後就可以開始吹了 吹的時候就可以用一個捲梳 我這裡是半捲的 中間有些洞 其實這些梳都可以購買 我這裡的梳就在EON買的 或者用這種捲梳也可以 我們的動作就是 把它撥起 向後撥 一邊的動作 一邊的動作 所以可以把頭髮定型 現在看到吹完頭髮 大致上的光輪都出來了 你看到光輪是很高的 而且它也會有定力 所以如果你覺得 就這樣出門外出 其實它也有好力 也可以的 但今天會再示範泡眉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用泡眉 接下來我們會用泡眉塗在頭上 今天會繼續用HKHB的泡眉 打開蓋後 可以看到它的質地大概是這樣的 比較實一點 好像一些比較硬一點 都是要少少力去畫出來 根據官方的說法 這個泡眉是想做和油性的髮油 有一個相似的質感 所以就想它會比較硬一點 而且它也是一個 HIGH HOLE的產品 所以它本身的質地會比較實 我們要做什麼呢 筆一點在手上 通常我只是穿著涼 都不知道要用多少 但是有一點可以留意的 就是你寧願一開始用少一點 你之後如果不夠就可以用多一點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一開始用太多 你就回不了頭 這裡就要注意了 好 我現在做什麼呢 就是把它放在手上搓勻它 先把它放在手上搓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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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差不多都看不到那些產品 但是手會有一點點滑勻它 即是產品已經可以塗上頭 我會怎樣做呢 其實有一點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通常如果我們要用油頭 你通常會在小搓勻它 但是你可能會忽視了一件事 就是你後面的頭髮 所以我首先會做的就是 都會在後面撥向前 會先塗一點產品 讓它在後面不會沒有產品 然後我就會繼續做造型 每個人怎樣塗液都各有不同 我自己就喜歡這樣做的 我就不會塗液到用梳 想比較自然的感覺 這個位置就很自由的 你自己喜歡怎樣塗就怎樣塗 我就是這樣塗的 你看它都很容易推 沒有什麼問題 你喜歡怎樣塗我怎樣塗 也不會很快乾 真的覺得不夠可以加多一點 如果你想整齊一點的 可以用一把梳去塗整齊 通常我都不會再特別去塗 但是在這裏都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如果是可以用梳去塗 你看一個效果 其實它的造型力都頗高 而且它就有一點點的量 它就說是一個 HIGH HOLE和NATURAL SHINE 我自己覺得 這個描述都頗準確的 其實大致上是這樣的東西 現在就是秋天的天氣 所以就試不到 可能在大熱天時 或者三十多度 看看它會不會塗 看看它會不會溶 但基本上 其實我都用了 一個人兩個禮拜 每天出街 每天八至十個小時 基本上它都不會塗 或者造型力會溶 但就算你真的有頭髮掉下來 都不要緊 因為它這隻是不會硬的 所以你可以用手去塗 也可以 可以用梳也可以 沒有所謂的 所以這個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又到大家最關心的東西 就是價錢 這隻HKHOME BLUE的POME 現在就是賣港幣220元 有4盎司 一般來說 市面上的一些髮油 大概這個尺寸 通常賣150至200元不等 所以這個價錢其實也算偏高 它就比較強迫一些高價的品牌 例如Morris Motley 至於Texture Spray 現在就是賣150元港幣 還有它就有150ml 其實這個價錢 我覺得應該是中中間間這樣 就跟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熱門的pre-style 例如Ruzzo的Grooming Tonic 那些價位都是差不多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兩隻產品 都是非常高質素的產品 我覺得POME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適合的產品 你除了可以用來梳一些油頭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梳一些短一點 Texture的髮型 它的價錢偏高了一點 但其實它的用料都很上成 會用回一些天然有機產品 以及它全部都是由美國入口 我自己其實最喜歡一支Texture Spray 因為它的Volume可以吹得很高之外 它還可以有一個努力 所以你去做POME Styling 之後你不用用太多產品 我個人真的很欣賞 HKHOME BLUE 他們去嘗試做一個手工的髮油 因為其實這個過程 是需要不斷重複去研發這個方法 當中我相信是用了很多的時間 試了無數次才可以完美到現在這個方法 如果有興趣購買HKHOME BLUE產品的朋友 也可以去他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網頁購買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給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另外也可以Follow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網頁 今集就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